台北市在本來有二十塊的班子 在北斗的離婚國秀 因為檢班也有成功 這幾月好好告示結束之後 現在台北市的文化教 在幾月之下 成功專程變成 六個月的文團 拿現在白人的空間也有辦公室 所以這本來的困難 很困難不可以進入去 本來一年暗算要來結束的 母團觀光舞集 現在就因為有不用這個空間 可以繼續來創作 原本的國師到時普通 台北現在變成母團的白人場 這件原本有二十塊的國師 在新年前搬去新的校舍後 就豐富了 但是現在有的社團體搬去 讓這幾位校舍新的姓名 也改革的文團體經費不夠的困境 我們搬過八次家 為什麼搬家 人家說對不起 我要漲一倍的價錢 我就搬家了 有這個空間 可以讓表演藝術使用 我覺得是 我等了四十年的一個福氣 每個月只要有水電匯和房屋 修神會 可以有固定的白人空間和辦公室 台北市無法教授 台灣的家庭還不夠一直去 藝文團體的行程很不簡單 更加上這間法 沒有路由的好事是越來越多 透過正確的客座 希望可以讓藝術來增進基礎 光環搬過來它才沒有關門 像它在三重連租一個地下室 不見陽光的一個一百坪左右的場地 它月租也要大概四萬五左右 那它翻過來這邊的話 我們收的租金大概也不到五千塊 不要說使藝文壯大了 就連把藝文的根脈把它保留住 就有它的這個效果了 新八頭七十英文庫 不曾有來的藝文團體 未來也沒有定期來基盤藝文和黨 和社區來活動 只會希望藝文營區不能夠 來幫助藝文團體 也能夠讓社區多一些藝術的氣質 現在台書君 蜘蛛仔大白報導